有朋友就問這個2845 就是GX 中國電動車的ETF 他說可不可以現水平俗些儲貨呢? 這個策略是否合理呢? 他說年底有沒有機會上200元呢? 叫孫仔 合理的合理的 我想你買得電動車的電動系列ETF 你也是打算不選股 然後就但又想染指這個行業 我想ETF就最適合你的 因為你不想太過擔心有過顧風險的話 你說想不想到200元 我都不敢說怎樣回答你 但我想at least 如果你是中長線做部署 都會以年計去做 我自己都有買一些電動車相關的ETF 就是作為一個看好整個賽道 我想現在整個賽道都是看好 你說近來可能有少許回吐 都是因為資金輪動的關係 但到尾 那些錢都一定會繼續賣下去 所以我覺得難得 而且已經跌了下來 就是ETF 變了你現在入場的時候 也都相對說會便宜一些 繼續分段級納窩 或者用月供的部署去買這些ETF